我闺女终于生了个儿子 总算是站稳了脚跟 接上集 小九带着妻女来到风波高中 进行了突击复习 参加高考 小九的临时班三十个人 全部考上 连旁听的学生 也有好多考上的 风波高中秒灯正数第一 七七起题状元 被多家伊科类大学争相录取 太长脸了 楚家村的人都乐疯了 这是咱老楚家培养出来的闺女 厉害吧 陆家村也一片肺痒 除了老沈子家 还有几个对小九不服的万元户 没有不高兴的 边炮齐名 人山人海 老校长高兴得何不拢嘴 给小九递上了丰厚的奖金 好朋友 你明年再来待 求你了 没空 小九回绝了校长 并打岳阳电话 给远在国外的父母报喜 蓝锦开心坏了 但优秀有什么用 又生不出儿子 老沈子高春兰撇撇嘴 在她的认知里 女人生不出儿子 就低人意的 你的人生 就只知道生儿子 求死你 人家七七还没生呢 就断定人家只会生丫头 咋的你有火眼金金呀 会隔皮猜瓜 老沈子这番言论 没多久就传到了小九耳朵里 看来我该换个绳子了 转眼到了八月中旬 天气内角一个热 琪琪怀了七个月的肚子 大得像个落 幸好有小九无微不至的照顾 白天牵手散步 夜里每隔半个钟头 给媳妇翻身 还缝制了各种造型的枕头 给她垫着 琪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 开始肚子疼 因为不到月份 她还以为是油痛 谁知道了后半夜 疼痛家具 小九不敢耽搁 立刻收拾好细软 开车前往县城 00一路照顾着妈妈 给妈妈擦汗 村里人听说琪琪生孩子 都惊动了 鹿巴巴赶紧骑着自行车 去楚家庄报信 楚弟马上带着父母赶往县城 考虑到白家的影响力 楚弟又去找白商宁家 让白商宁打点医院 白商宁又慌忙去喊白牡丹 医院这边 也就是白牡丹一句话的事 哎呦 琪琪每次中少咬神了 要四三个女孩子 我就要一个国来 产房外小九和梅静秋最紧张 尤其是小九 快遭遇了 琪琪进屋好几个钟头了 咋迟迟生不下来呢 听着一声又一声惨叫 把她的心都揪碎了 又过了一个钟头 天大亮了 医生拿着手术单匆忙走出 产妇难产 必要时得剖妇产 家属签一下字 小九立马签了字 我要进产房陪产 不行 从来没这种先例 小九可不管 一把推开医护 大步迈了进去 看着满头大汗的妻子 惨白的翘脸心疼如烈 半跪在妻子面前 把手臂横在她的唇边 琪琪 我知道你疼 你掐我 你咬我 用力 我们的孩子 就要出来了 老公在呢 一句句 一字字 都充满浓浓的爱意 琪琪双手攥紧丈夫的手臂 心爱的男人 给她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分力一搏 猛的用力 生了 生了 好漂亮的小家伙 是个男保 小九有一秒的愣证 心里扶起一抹 我说不出的异样感觉 儿子 我有儿子了 小九低头在妻子的眉心 印了一文 老婆 我们有儿子了 我们儿女双全了 老婆你辛苦了 谢谢你 老婆 她快哽咽了 上一世我只有001个女儿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最后落得个 无人收拾的下场 这辈子 我也儿女双全了 对不起 媳妇 琪琪嘴皮动了动 想说什么 但没说出来 她的嗓子干得冒烟了 小九赶紧拿起蜂蜜红糖水 老婆 你喝两口 这是老大夫千叮您万嘱咐 一定要给琪琪喝的 孩子身体很健康 体重2.25公斤 助产师抱给小九看 好 谢谢你 小九匆匆扫了一眼 麻烦抱出去给我母亲 媳妇肚子里还有俩 她即便再想多看看孩子 也得控制住 战役尚未结束 她比谁都紧张 看 我看 琪琪伸出一只手 非要看孩子 小九又把护士喊回来 给她瞄一眼 长得真像她爸 可不是 孩子刚出生 长得都像爸 怕爸爸不认她 聪明着呢 怎么疗伤了 你们当生孩子是儿戏呢 要命的事 知道吗 出去 是 护士抱着孩子走了出去 加油 你任务还没完成 肚子里还有俩呢 老婆 用力 小九再次把自己的手臂 伸给琪琪 产房外 梅静秋抱着新生儿 激动不已 我闺女终于生了个儿子 总算是站稳了脚跟 没办法 如果在农村没有个儿子 有人就会拿这个说事 喊你绝户头 快把小银锁拿出来 锁住我外孙 拴住我外孙 唉 楚山赶忙取出 早已准备好的银像圈 递给楚天 快点 大舅公给带上 在当地风俗中 舅舅的地位非常崇高 尤其是弟兄多的家庭 分家的时候 都要舅舅来主持 楚天接过银锁 非常郑重地将银锁 泡在了外甥的脖子上 还塞了个大大的红包 银饰感满满 哎呦喂 长大后不知道 祸害多少小姑娘 楚地一手抱着玲玲 不禁发出感慨 齐齐的三婶和四婶 也拎着鸡汤 大包小包地赶了过来 两位婶子看到新生儿 立刻欢天喜地地 把鸡汤塞大嫂怀里 顺手将孩子拐走了 哎呦 小乖乖太好看了 瞧着孩子 长得高比大象的 脑门也大 额上能跑马 将来是快当将军的料 都消停点吧 孩子健健康康 长命百岁 无灾无难到公卿就行 则则则可见是亲姥姥 比当将军还狠 三婶打局大嫂 众人都跟着哈哈笑起来 陆家村也来人了 百加一百加倍 一些便宜又实惠的物品 谢谢 谢谢 有心了 铲汤的门又开了 护士又爆出来个小宝贝 七七难保二 二点零五千克 弟弟 不哭 不哭 零零来生奶气地喊 小家伙立刻不哭了 三婶连忙接过孩子 呦 比起刚才那个 这个有点不压手啊 三包胎呢 如果每个都六七斤重 那还得了 不把七七肚皮撑炸 就是一个四斤多 三个就是来劲 已经不得了 我家楚弟刚出生的时候 才五斤六两 还是单胎呢 哎 你才五斤多 太弱了吧 白伤宁低声嘲弄楚弟 楚弟斜眼看向白伤宁 压低声音 等会我就让你知道 我到底弱不弱 我弱不费你 两人目光相接 刀光剑影 双方都在一面里 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跪地反言 两人的唇角 都露出不意觉察的笑容 小舅 你笑什么 楚弟耳间一红 连忙转过脸去 我没笑 零零又把舅舅的脸 转过来 你真没笑 楚弟一本正经的点点头 然后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钱 当封口费 零零小手接过钱 立刻不追究了 有无有样数着钱 小财迷 要钱干嘛 给我弟弟买奶粉 嘖嘖 还挺会过日子的 楚弟又瞅了白伤宁一眼 不像有的人 一点不会过日子